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哪种烹调方式可以避免蔬菜当中的维生素丝大量刁身呢?是水煮还是热炒? 作为主家好男人的我平时都要炒两尾,当然是不在话炒青菜,对不对? 当然如果给了我,我都是快刀斩个乱码炒几分钟,然后上碟就吃得了 不知道各位街坊你们又怎样的呢? 还有觉得哪种方式营养更好呢?我们马上去问街坊 那你觉得哪种方式比较好呢? 那当然是水煮,挺好一点嘛 多半可能就是高温快炒的那种形式 从营养角度来说,水煮肯定对身体有好处 我觉得水煮好一点,因为高温快炒的话,油烟太重 小炒比较多,喜欢炒的 有街坊就认为水煮是脆好,同时也有不少街坊都会选择高温快炒 因为简单方便,大家的意见都不太统一 那么专家的专业意见又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看不同的蔬菜的,有些素比如说是胡萝卜素 它在快炒的情况下保值率会达到80%以上 就算是不稳定的维生素C也会达到60%到80% 但是用水煮的话,青菜煮了10分钟以后 维生素破坏就会达到30% 我们担心的问题不是说用哪一种方法 关键是要控制加工的时间 时间越长,溶出来的机会也就越大 原来如此,原来这个高温炒的确是营养会丰盛一点 和维生素会保持得更多 但是专家就说到其实都不是在乎炒 还是用水炒和用水煮 更在乎的就是时间的长短 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维生素流失会更多 因为吃下去就没有太大益处了 所以专家就说这个时间是有关键 那到底要煮多久的时间才是最合适的呢? 为了找到答案,调查员逛在圈菜市场 蔬菜的品种真是林郎满目 经过艰难的缺责,调查员从市场里面 买来了小白菜、西红尺和西兰花三种蔬菜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实验,就是煮菜 在面前已经放在市场上 大家平时或在街坊都很多时候 都会买的这个青菜回去吃 分别有这个白菜仔、西兰花和番茄 那时候稍后会将三种的这个青菜 就放入这个锅里面炒 这个时间真是私煎过的全例 首先先上锅 调查员今次用水煮的方式进行实验 在水滚之后放入蔬菜 然后在不同的时段拿出蔬菜 收集样本原本之后 送到检测机构帮我们检测一下 他们的维生素丝含量有什么不同 试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首先先看看西兰花 煮了30秒到2分钟的过程当中 它的维生素丝下降得非常快 而由2分钟到8分钟的过程当中 它的变化就比较缓慢 而8分钟到10分钟的过程 维生素丝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了 再看看西红浅 也是和西兰花一样的变化过程 再来看看小白菜 它在前4分钟变化就比较快 而在之后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了 好了,我相信大家看到这里 都已经清楚知道了 因为这个水煮蔬菜 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根据刚才的数据 这三种蔬菜到底要煮多久的时间呢? 专家提出了答案 专家建议西红浅这一类 一般来说生食就可以 最好保存原有的维生素 而西兰花煮半分钟就好了 而这种小白菜 煮到稍微变成深色 就可以马上关火了 在往常平时吃饭和开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点一些不同的肉类 和配一碟小色的青菜 那就算了,就当一餐了 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的进步 很多人都开始注重这个良好的饮食健康 和饮食习惯 就开始选择这个齋菜 他们都会认为这样的齋醋 令到我们的身体可以减少更多脂肪 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 似乎吃齋的人都避免不了脂肪的困扰 众所周知,和尚是食素的 而前段时间,新华网报道说 武汉市卫生服务中心对当地龟原占 铁罚字的两字的僧人进行看检 结果令人大是一惊 受监的30名僧人当中 接近一般还有脂肪肝 另外,湖邦一位坚持食素 甚至年的程序源流轻心 他说近10年他一直坚持食素 连鸡蛋都不醒 早餐基本上都是饭头加白粥 中晚餐是以青菜、豆制品及米饭为主 结果还尝了脂肪肝 还有医生说,医院曾经降二十几个 长期食素的人做体检 结果三分之二的人血脂都不正常 超过一半的人有脂肪肝 同时,网上还有很多素食者 被诊断出还有脂肪肝的案例 看完这个新闻,真的觉得非常惊讶 因为和尚食渣竟然可以得到脂肪肝 不是吧 脂肪肝这三个字通常是 在我印象当中 是跟大鱼大肉的朋友挂钩 绝对不会跟和尚这两个字挂钩 到底吃这个齋菜 长期吃,是不是真的会得到脂肪肝的呢 我都很好奇,立刻调查一下 脂肪肝实际上就是人体的脂肪代谢 发生了异常,然后导致这个过多的脂肪在肝脏成绩 所以导致我们叫脂肪肝 那患上这个脂肪肝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原因呢 主要的,我们通常的国际上的分类方法呢 它是分酒精性和非酒精性 喝酒以后可以引起酒精性脂肪肝 然后呢,其他的呢,叫非酒精脂肪肝 比如说营养不良性啊,或者是这个脂肪摄入过多啊 或者妊娠脂肪肝啊,或者药性脂肪肝啊 这些都是叫非酒精性脂肪肝 专家总结出了,患脂肪肝有几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肥胖性脂肪肝,营养失调性脂肪肝,药物性脂肪肝 任神级性脂肪肝,和糖尿病性脂肪肝 那素食是不是都会得脂肪肝的呢 然后,听说那个素食的话,也可以得那个脂肪肝 这是真的? 呃,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因为素食的,它实际上就是,就我们讲的 实际上,碳水化合物少摄入 然后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呢,它 集体实际上呢,假如你不运动化 它可能就是一定的量 当你摄入过多的时候呢,它就转化为止 所以呢,往往食素的人呢,他就会 过多的食用这个,这个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其实我们讲很容易燃烧 所以它就很快就... 但是呢,假如说你自己不去运动 不去活动的时候,不散步,不跑 它就成为脂肪 哇,就看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吧 原来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专家就说,如果人体长期积电过量的碳水化合物 就会令到人体的血糖升高 快速上升的血糖水平 会刺激产生更多的胰岛素 胰岛素不单是会令到多余的血糖 转变成脂肪 同时也会促进脂肪 生成更多的胆固素 导致脂肪肝 根据医生的说法 这些长期吃齋的人群 得到脂肪肝的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消入过量的碳水化合物 不知道到底 电视机旁边的你们如果吃齋的话 是吃什么齋呢? 我们调查一下 椰菜,西兰花也有 饭和面 饭和面 对 平时吃什么蔬菜呢? 蔬菜就是给个苏菜 米饭 米饭 就是蔬菜那些 蔬菜也有 看有什么吃什么 蔬菜比较多 蔬菜 啊,这个是白菜 戒菜 我吃饭的 即是米饭 是呀 平时吃什么蔬菜 最经济的菜 蔬菜 我本来都是菜心 白菜仔那些 蔬菜 刚才我们在街坊 在街坊的口中得知 大家平时吃齋的时候 都很喜欢吃的三种东西 就是现在手上已经拿着 煮食 大米 和蔬菜的东西 土豆和山菜 我們將衣服送到檢測機構 檢測碳碳水化合物是誰 含量到底是多少? 試給你馬上去吧 經過一番檢測之後 我們的結果已經出來了 100克的大米 就含有75克的碳水化合物 再看一下土豆 每100克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是17克 而生菜每100克含有3克 但是我們一天到底吃多少個飯和菜 一餐一碗左右 一餐一碗 三碗 一餐的話一兩 一兩的樣子 分一兩多一點吧 但是有一二兩吧 一二兩 哦 蔬菜 其實你一餐吃多少菜? 一大碗 蔬菜應該兩三百克 經過採訪 大家每天平均會吃四碗飯 一碗飯是二兩左右 即是吃八兩飯和菜 就三兩左右 我們計了一下 每天八兩大米 就會含有300克的碳水化合物 三兩土豆就含有25克左右 碳水化合物 而三兩生菜就含有5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 加起來就是300克到325克左右 那到底這樣的量算不算多呢? 碳水化合物呢 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糖類 它像是我們人體所需要的七大營養素之一 也就是平常我們所吃的主食 它主要是作為一個能量的來源 但它其實不僅僅只是一個營養素 它對我們整個身體來說 它有一些必不可少的一些 生理功能 比如說第一個 它是我們能量的主要來源 就是我們人體每天消耗一些能量 需要能量來補充 那這些能量它55%到65%應該是由碳水化合物來提供的 然後第二個作用呢 它是我們老細胞的一個保護者 我們一般所需要的能量就是 你可以由蛋白質來提供 也可以由脂肪來提供 也可以由碳水化合物 但是我們的老細胞 它只能夠是由糖類來提供的 碳水化合物 然後第三個作用呢 它是我們細胞膜的 一些膜類物質的一個結構組成 組織細胞裡面的像一些糖質 糖蛋白 蛋白多糖 它都是離不開糖類的 在回答之前 專家和我們科普組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性 首先它是我們人體能量的主要來源 其次它是我們老細胞的保護者 還有其他很重要的作用 一般來說每天是需要多少糖 我們講在整個的飲食裡面 糖的量真的是非常多的 但是具體到每天你要吃多少 這個是沒有一個完全的一個定論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性別 你的年齡 然後我每天的活動量 是不一樣的 原來我們每個人 需要的碳水化合物 都是不太一樣的 專家又補充說 為了避免洩入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素食的朋友就應該注意 控制煮食的量 否則會增加患脂肪肝的風險 我吃素食的人 也可能得脂肪肝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它的荷胎吃得太少 所以它食物的主量會增多 就無限中導致它收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那麼它就可能 多於它本身所消耗的 就轉變成脂肪 導致了它脂肪肝的出現 那麼這一類人 就是一定要 控制它的主食的收入量 其實看到這裡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這些的齋菜裡面 都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如果你長期食用的話 都會涉入過量的碳水化合物 就會得到脂肪肝的了 那麼不知道各位街坊 知不知道 如果長期食齋 會得到脂肪肝的呢 其實都是有 可能會有脂肪肝的風險 真的沒有聽說過 沒有聽說過 對 吃米飯會有脂肪肝嗎 不是澱粉多嗎 這個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對 我不知道 說吃得多肥的東西才有 脂肪肝 對 看來很多朋友 都不太明白這個問題 我問了一些長期食齋的朋友 他們就說 因為當中 都是吃幾道青菜 和本白飯 鳥事當一餐 根本就不會涉入過多的碳水化合物 甚至就不會得到脂肪肝 根本就不用擔心 我相信這個想法 很多朋友都會有的 既然吃肉 就有太多脂肪 乾脆吃齋 既然吃麵 或者吃飯 有這個碳水化合物 剛才吃幾道青菜 鳥事 到底這個青菜 會不會得到脂肪肝呢 我們馬上了解一下 如果它舒適的話 吃飯時吃青菜的話 它會放上 會避免放上這個脂肪肝 實際上也會的 有時候我們講 第一個我們講 吃青菜 有時候我們講 有一種叫做 不飽和脂肪酸性脂肝肝的 實際上它是屬於這一類的 就是 我們要分數 要搭配的 原來當素質 這攝取的總能量 不可以滿足它自身 機體的能量需要的時候 機體裡面的脂肪就會被動員 脂肪酸 隨即就會從脂肪組織當中 被釋放出來 進入到肝臟而被利用 這種脂肪 在肝臟當中 是不易被分解 肝臟當中的脂肪 對值過多 那我想問下去 怎樣才能把這些脂肪 就轉運出去 它轉運實際上 從體內的代謝來講 它主要是通過 帶子蛋白去把它轉運 當然這個裡面 主要的問題是 體內的代謝要平衡 就是說你儲存了這麼多脂肪 你只要把它耗掉它 專家說 載至蛋白主要是指肝臟裡面的合成 基本功能是混在子類的物質 而它的合成是需要蛋白去參與 但是素食者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缺乏蛋白的情況 脂肪它從機體的殘道裡面吸收以後 它要通過一個載體去把它輸送出去 載子蛋白它就很重要 就是你從這個血裡面 它運送到機體的各個部位 魚魚 原來就算我們不吃肉 人體內都會調動出脂肪 在肝臟裡面混裝 而這些的脂肪 有需要再支蛋白來將它們混出去 而再支蛋白有需要蛋白質的參與 才可以合成 看來蛋白質對於我們來說 真是很重要 專家所說 食渣的人會缺乏蛋白質 我們再次拿到剛才的樣本 大米、土豆和生菜 再次檢測它們的蛋白質含量 到底是多少 當然在檢測之前可以再次加入新的藥本 就是雞肉 首先我們看看雞肉的蛋白質含量 大米的蛋白質含量是6.7% 生菜是1.4% 土豆是2% 而雞肉是26% 看來雞肉的蛋白質含量是最高的 通過實驗 相對於雞肉鹽 這些的齋菜只不過真的含有少量的蛋白質 那是否意味著食渣的人就要破戒吃肉 面對著這個問題 不知道食渣的人又怎麼看 經過四處打聽 通過朋友的朋友的介紹 找到一位長期食渣的街坊 不知道他怎麼看 立刻彩化它 你好 請問你吃齋菜多久 我吃150 那你又知不知道吃齋菜會有脂肪肝嗎 應該沒什麼可能 因為我前幾天才體驗完 沒有脂肪肝 那你平時吃過什麼齋菜 平時都是吃粗糧 我粗果類 自己比較喜歡吃黃和牛之類 所以我覺得自己身體有多久 也挺多 謝謝 好 先坐訪這位吃齋的街坊 他就說自己沒有得到脂肪肝 而且身體健康也沒有問題 而且在採訪當中也都得知 他平時很喜歡吃黃豆類的食品 是不是就因為黃豆而沒有得到脂肪肝呢 我們立刻用黃豆做這個檢測 看看這個數字是怎樣 讓專家幫我們解答一下 黃豆我們講它是一種優質蛋白的 它的含量達到36% 所以我們盡量推薦大家多吃些豆類 可以補充蛋白症 特別對一些素食者 因為素食上完全不是肉類嘛 但是如果它缺乏蛋白質的話 我們講同樣會導致脂肪肝 因為它的窄子蛋白和合成不足 所以在它的飲食裡面 我們講多增加這些植物類的高蛋白 像豆類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原來是這樣 如果食齋的人群 如果避免脂肪肝的話 還要注意什麼事項呢 那麼這種類型的人呢 我們講第一個它也控制它的 碳水化合的收入 可以少吃一點米飯啊 麵食啊 多吃一點蔬菜啊 水果啊 這樣就可以減少你對碳水化合的一個收入量 另外一個呢 如果你實在吃的比較多的話 就加強鍛鍊 就通過你的運動來消耗這些能量 不至於它轉變成了脂肪 這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呢 素食的人 他可能會體內缺乏蛋白質含量 因為他不是肉類 但是如果他的植物的飲食 他室入的植物蛋白又比較少 那麼在他生活中 他室入的蛋白質含量不足的話 就會導致他體內的一種 宅殖蛋白的合成減少 我們前面講過宅殖蛋白 它是把乾燥裡面的脂肪 運到血液中去的 那如果你是少了的話 你沒辦法把它運出來 所以它就得脂肪肝了 那這樣的人呢 我們講要多增加一些 蛋白質含量比較高的一些植物的飲食 比如我們講豆類 因為它達到百分三十六嘛 那另外你還可以多吃一些粗糧啊 能夠幫助你消化脂肪的 像一些葉麥啊 小米啊 還有一些 像黑木耳啊 它都可以幫助你去消化一些脂肪 那專家建議 各位食齋的朋友仔 在這裡食齋的時候 要注意全面吸收才好 那當然了 那份營養餐單 就是吃齋的這個食譜在哪裡呢 那我今天就認識了一位美女朋友 她就為我們帶來了一份很營養的餐單 就是這個的 蔬菜沙律了 那我們一起看看 家家廚房美食沒法檔 今次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要教一下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何自制這個百分百營養的蔬菜沙律 首先第一步就是選蔬菜 我們可以選一些像這些生菜 綠葉類的蔬菜 如果我不喜歡吃綠葉類的 也可以選一些瓜果類的 例如這個青瓜 又或者是番茄這些 還有我們選蔬菜的時候 不要選一些高澱粉類 例如說薯仔和碗豆這些 我們在做沙律的時候 就可以選盡量多些顏色的蔬菜 比如說是綠色、紅色、橙色 那就比較好了 這樣吃多些顏色的蔬菜 可以提供我們自身的免疫力 而且蔬菜吃得多也有抗氧化的作用 美女吃了就更加會皮膚漂亮 延緩碎老 健康蔬菜沙律第二步 就是要加入粗糧 粗糧包括有什麼呢 有大麥、糙米和粟米 每日至少吃三種的粗糧 可以有效地防止我們身體的 一些慢性疾病的發病 例如說是好像心臟病、高血壓和糖尿病 而且也可以幫我們控制好一個原理的身材體重 不至於過肥 身體有些比較肥的觀眾朋友 可能吃多些粗糧 也可以有一個減肥的作用 健康蔬菜沙律第三步 就是加入蛋白質的食品 蛋白質食品包含豆腐 這些豆類食品 就有豆腐、毛豆、扁豆這些 如果不喜歡吃粗糧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一些肉類 比如說雞胸肉、海鮮這些 其實每個星期堅持吃五次的豆類食品 對我們的身體是非常之好 也可以減少我們變肥仔的幾率 百分之二十二 還可以受腰 營養蔬菜沙律第四步 就是加入脂肪 換句話說 就是加入油 做沙律的油不是用花生油 就要用橄欖油最健康 放一個小匙羹就可以了 同時我們也可以加入其他的脂肪類產品 比如葵瓜子 和堅果類 又或者是我們的水果 四分之一個的牛油果 有研究報告表明 這些油的涉入 可以令到我們身體的抗氧化劑 吸收得更加好的 如果有些美女覺得 不吃這些脂肪會肥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不吃脂肪的同時 這些抗氧化劑也沒有辦法給你吸收 這碗天然健康又美味營養的沙律 就大公告成了 我是不是很想吃呢 好了 我相信各位朋友看了今期的節目 都會知道 其實食齋和脂肪肝的關係 所以千萬不要走這個極端 凡事都要兼顧各個方面 保持良好的飲食習慣 才是更健康和更好的食齋的方法 好了 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有什麼最新情況 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小知識 在生活上一些小常識 可以關注我們明信公眾平台 生活調查團就可以了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